Kelvin问题,Google他未有货 如果想进入的话,应该是什么位置呢? 其实Google出现了业绩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的焦点就放在大家看他1710的情景 1710里面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会想起很多很棒的例子 Tesla、NBA那些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值得憧憬 但是记住,这件事其实他们每次的股价升 都有预定起码市场气氛不是太差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着美股的气氛有没有一个支持 不需要美股做得特别好,但不要做得特别差 那才有得憧憬他的分拆概念 但如果你说他一个自身 其实这份业绩正如刚才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说 这段时间其实你应该是一对一对股票比较的 那么Google最好的一个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标的物的比较 就是你对比Facebook 就是Mata 那大家都很依赖这个广告收入 当然Google没有Facebook那么严重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Google的转变转型 或者它的变化或者创新能力 都很明显就是远高于Mata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在今次份业绩里面 看到这个是加分的 所以简单来说 我自己觉得 你说Google要破近期顶三千多 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短期里面其实它早一两晚 保了一个上升列口 我觉得你拿着两晚前这个低位 就是大概2740元附近 来做你一个很短期的防守止蝕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等完份业绩 如果是会保列口 通常都是保列口去博的 那你保完列口 你就拿最近期的一些低位做防守止蝕 好